早晨 歡迎收看信網早事有計 我們今天請來藤其基金管理 投資管理董事沈慶雄 Patrick 與我們分析大市走勢 Patrick 你好 你好 上星期美股表現靠穩 但恆子仍然受制於250天線 今早開始回來表現比較反覆 升過跌過幾十點 內地經濟增長的數據剛剛出了 比較符合預期的 升了7.5% 你認為對市影響大不大? 暫時看來講 第二季GDP增長7.5% 與市場預期一樣 細數方面來說 還要稍後時間才看得多些 究竟整個GDP組成的情況是怎樣 但從大數方面來看 符合市場預期 起碼之前大家擔心經濟放慢的因素 我相信暫時看 憂慮應該沒有之前那麼大 可能稍微舒緩了一些憂慮 對市況方面來說 可能都會有些幫助 但也要考慮 因為市場現在有時對數據的演繹方法 就未必是我們正常的想法 意思就是說 有時數據出來比預期好或符合預期 反而令到大家覺得 會不會中央出政策機會小了呢? 變成這方面都要考慮 市場怎樣演繹的方式 譬如之前我們見到 內地的出口數據做得不好 反而引來大家猜 可能會有政策出 股市就不跌 反而有得升 反過來這次數據出來 符合預期 會不會大家想 短期可能出招機會小了? 反而令到股市有壓力呢? 所以我想投資者方面都要留意 究竟市場怎樣演繹這個數據 但整體上從基本因素去分析 其實7.5%都算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考慮回股市方面 其實近期由低位彈上來都成2000幾點 剛剛是之前跌幅的一半左右 所以我相信暫時看短期的 在250天線附近 確實會有些阻力 如果沒有特別利好的消息 相信在250天線之前 市應該會有整固 支持位方面 暫時看都在10天線 我相信7月份余下時間 應該就責幅一點 市場可能都是觀望 8、9月份公佈業績 再有一個新方向 安降剛剛發了營起 今年初個月 六個月有得賺的 扭轉了去年的跌勢 今次可以轉虧為營 這個情況 其實跟上星期的水泥板塊類似 你猜鋼鐵業的板塊 可否跟上次水泥板塊的升勢 我想升勢都會短暫一點 因為看來鋼鐵業方面 業務上整體上 其實還是比較疲弱 尤其是產能過剩問題 都是持續的 看回這次安降 它自己出了一個型起 但它也提到一件事 譬如說改善了一些銷售的策略 甚至可能是 盡量做到薄利多銷 我想都是透過這類型的營銷策略去做 其實反映著行業方面 其實還是較為疲弱一點 而且也要考慮內地的經濟環境 其實也要考慮 譬如說一些基建項目 會否有機會是加大投資 如果沒有的話 亦都可能對於鋼財的需求 都會繼續有一個較為疲弱的情況 以往這幾年 我們看到安降久不久 都會有一兩季的業績 是做好一點的 但是過了這兩季之後 業務上很多時候會再次下滑 所以這一次 我想它出了一個型起 未必代表業務真的走出局底 可能純粹是一個季節性的因素 所以我想真的要看安降 可能再留意多一兩季 看到業績 持續一兩季都可以改善到的時間 我們才可以說它真的走出局底 鋼鐵業這個板塊 可否追落後炒上去 我想要留意風險因素 因為這幾年來講 如果大家留意鋼財股的表現 其實都見到 他們的股價當中是有反彈的 有時亦都因為可能一兩季賺錢 令到股價是有不錯的表現 但亦都很快去回落 整體的大方向性 其實你看回這類股份都是向下走的 所以我想策略上來說 走下短線薄下反彈 這個可以去考慮 但當然風險是高的 但亦都要如果有中長線的話 正如剛才提到 可能真的要留意多好幾貴的業績 真的見到那個復蘇的勢頭 是形成了的時間 才考慮作一個中長線投資 今天有沒有股份可以推介的 今天想講一隻有幫保險1299 公司方面來講 在這個月26日公佈上半年業績 我們看第一季公司的新業務價值 其實增長25% 相信增長勢頭可以維持到第二季 有利上半年業績表現 另外國際上 例如外地 我們見到美國的債息一直都升上來 這對保險股的債券投資 在長年來計算 是有助提升收益 加上公司近年 亦都積極在亞洲區 進行很多拼購 但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風險因素 最主要就是看著 亞洲區的貨幣貶值 這方面是可能增加有幫 匯對上的風險 我想看價位方面 可以考慮大約34元左右 留意一下 目標價一定是38元的水平 止蝕放32元 Patrick 你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 今早很感謝Patrick的分析 上網早事有解 明早再和大家見面